字影到底是谁得玩 谁又是挖他吧 最近粉丝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 就是这些 那么冰淡也整理了三个呼声比较高的说法 那哪一个说法更可信呢 相信看完视频的您 会有自己的想法 咱先说说这个子英干过了哪些事 第一件 当年这个胡亥要杀蒙田蒙义 这个兄弟的时候 他站出来劝谏 好人都叫你撒完了 哈总全部叫你拥上了 你说说你给那些王国的君忠于啥区别 那还是把你圈个 第二件事情 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联合密谋杀掉了赵高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这个子英身份最被大众认可的三种说法 是哪三种 第一 秦始皇本纪中是秦二世的侄子 第二 李斯列传里面提的是 他是秦始皇的弟弟 第三 绿国年表中啊 说的是秦二世的哥哥 这里面啊 最流行的是说 他是秦二世的侄子 公子扶苏的儿子 哦 假如那十七岁又底蛙 那给蛙去名叫自盈 那四后三年 那三十四 三十四见十起四十起 十几岁的自盈又两蛙 以气联合把招稿撒 呃 温 十七岁的人 咋给自己的蛙联合来撒招稿 绝对不可能 这个说法年龄上都不成理嘛 另一个说法是胡亥的哥哥 但胡亥继位的时候啊 杀光了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 那都是威胁他地位存在的 子英凭什么活着 对吧 还敢来劝谏别杀谋士兄弟 哎 那跑都来不及 那还过来干劝谏呢 这样看来 那只有李斯列传里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他呢 是秦始皇的弟弟 不管从年龄 身份威望来讲 都符合于他所做的这些事 所以啊 这只是冰淡的个人看法啊 那您认为 哪种说法 更为可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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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